你知道那個收費有多少嗎 那個都是幾千塊在起跳的 讓你去找這種就是按摩師去上 進去10分鐘你就出來了 不到 所以超賺的那個超賺的 那個都是你進去喔 他就幫你這樣子弄一下 就出來了喔 你今天輸個一兩分 然後你跟我講你過來裁判 或是幹嘛我都算 一堆白癡在那邊跟我講裁判 如果你要講說打斷了 賽爾迪克的節奏或是什麼的 我覺得這一球真的有 我們先來看這一球到底是怎麼樣 就這樣子你給我吹犯規 然後各位要知道的是這個東西重點在哪裡 因為這個時候 Kerry 賽爾迪克對的是Jaden Brown 所以你真的要講啦 你可以拿這個出來講 只是我還是要講回裁判的部分 我很討厭的每次輸球都在那邊過來裁判 你真正說如果弄一兩分 然後可能最後關鍵時刻 誤判或是幹嘛 但是這球發生的時間點是在第一集 是真的很扯 這個絕對是誤判 導致了就是Jaden Brown後來要下場 但是這是第一集的事啊 然後真的拉開比數 也是第三集 所以你要講什麼我就不知道 有人問到那個Poor跟White那一球 我是覺得還好 站在Poor的立場 我覺得他那樣子做是OK的 可是站在White的立場 那我當然是不爽 你有你的立場 我有我的立場 我覺得雙方的表現都算合理 GM覺得今天比賽看完主要還是55開嗎 目前來講我還是會傾向55開 塞爾迪克整體而言的話 他是有做到他的任務了 就是在主場偷了一場 所以整個系列賽來看的話 我雖然說今天輸的是滿誇張的 但是整體而言我不認為表現是失敗的 但是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波士頓想要贏球真的是要控制住 勇士隊的一波流 今天怎麼看Tatum切路一直掉球的問題 還有傳球路線一直被識破 我覺得是勇士在防守的策略上表現得非常好 尤其是Dramon Green 這邊要給他一個respect 很多人都說他今天打球很髒 或是幹嘛 這個東西撇開不談 但是今天他們在擋拆的部分 他去秀 然後他是直接貼到他身上 造成了他的失誤 所以我覺得Dramon Green今天的防守非常好 有好幾球都是他的功勞 現在趨勢感覺以後衛為核心的球隊 沒有任何一個後衛是可以靠自己拿冠軍的 那80年代的話 後衛是老大 然後拿下冠軍的 可能就是Isaid Thomas 跟Magic Johnson 那這兩位也都是在控衛裡面的Top 3 90年代 是比如說Michael Jordan 還有Olajuwon 2000年的時候是Tim Duncan 跟Shaq 控衛主宰是近幾年 你開始大家不去看他的主題 比方公次數 比較多的是他的 譬如說得分 像以前90年代 有一個很強的控球後衛叫做 在那之後 還有一個得分型的後衛叫做 Gilbert Rhenus 那這些後衛 他們都沒有得到他們應有的尊重 在那個年代 因為大家就會說他們不是傳統後衛 他們不是 John Stockton 他們不是 Steve Nash 他們不是 Chris Paul 以後衛為核心像 Dame 像 Stefan Curry 這種得分型的後衛 在2000年初期 甚至是2010年 他們都是非常不受到尊重 The best time for those guards is right now 你說他奪冠 難不難 以後衛為主宰的話 還是有他一定的難度 因為我覺得 側翼為中心點 還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後衛 This is the time This is the best time for them ever 不會有比現在更好的時間點 所以你得分能力取排名的話 你覺得現役後衛中 前五是誰 只講得分的話 Luka Doncic 可能我加咖哩吧 Trey Young也要在裡面吧 Kairie Irving 我是蠻想排Dame的啦 可是感覺應該輪不到他 Shooting Guard我大概沒算 好像要給Devon Booker一個Respect 這五個吧 請問劇院對於 讀法律系的前景看法 國外以及國內 看完影片立馬來頭內 謝謝你 謝謝你 法律系我覺得其實 這個是好問題 而且我還真的能夠跟你講 我不是在胡賴 我覺得其實會計跟法律 某種程度上它是非常相似的 法律搞的就是文字 會計它其實也是看一個handbook 規範數字的法律 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是這樣 甚至是你一開始工作的環境 我不知道國內 我現在講的是國外 它在國外的工作環境 其實跟會計師也非常像 因為你都是被不當人用 在那種事務所 它都是把你操到死的那種 加班沒有薪水那樣子 然後你就是當律師 做一些很雜的事情 它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好像律師 在國外的話 它的天花板會比會計師來得更高吧 因為會計師不是說你不能飛往騰達成為一個 譬如說一個公司的CEO 或是幹嘛 你還是可以 可是真的能夠爬到那個頂端的到底有幾個 大部分的會計師 他在一個公司的生前 可能就是生個一級兩級 就到頂 那法律系這邊的話 你很有可能就是 跳出來自己開一個律師事務所 那當然你會說 會計師也可以跳出來開一個會計事務所 可是對我而言那個不可能 因為稅務不是我的專長 比較多自己出來開會計事務所的 他其實都是跟報稅有相關的 法律跟會計還有一點 就是都非常非常boring 而且很多時候 其實法律不是大家在電視電影看到的 那麼戲劇張力 或是幹嘛 很多時候所謂的法律 他們要做的只是research 因為他們就是要找某年的幾年幾月 有這個事情發生 跟我們現在的這個案例是一模一樣的 他當初怎麼判 所以你現在應該也要這樣判 大概是這樣子 他是非常boring的一個東西 他又不是說那種 法院上面船槍舌戰 然後你占贏了 然後你就幫你的客戶取得生意 不是這樣子 就實際上的律師是一個非常boring的 job 就跟會計一樣 考完台會 G&M覺得需要去市大事務所過水嗎 如果你是在台灣讀會計劃的話 勢必是要去市大事務所 就變成說這個是必進之路 然後你是一定要去被人家壓榨一下 做一些這種沒錢的加班 一定要的 你沒有別的選擇在台灣 你在國外的話 你可能會有很多選擇 譬如說 我要考會計師的話 我可以去省政府上班 就我不用被市大事務所壓榨 但是我必須說 當你選擇這條路的時候 其實就是變得說 你未來的升遷會影響到 因為你去省政府上班 你吃的就是公家機關的飯 你的路就變得比較窄 那如果我去市大事務所 說真的 我出來之後 你算那一段時間那兩年三年 你賺的錢是比 譬如說我去省政府賺的錢會少很多 但是你賺到是一個經驗值 然後如果你表現得好的話 其實不管是私人的行業 你也可以去上班 甚至是政府的 你也可以隨時去上班 就是政府工在國外 其實它是一個不歸路 不是說他不好 他福利非常好 只是說 當你去做了政府工之後 你想要再回到 私人的一些公司行好 去上班就非常難 但是以四大的經歷 你要去哪裡工作 都是非常順 因為大家看到有四大 就覺得你是挨過來的 既然預測一下明年的任何變動 球員教練或是選秀狀員 我先大膽預測 Kairie Irving James Harden 都會留在他們原本的球隊 因為我覺得 狼王不會就這樣子放他走 那同樣的道理 Kairie Irving這邊 他的乾爹也不會放進 Sarden走 然後再來就是 Mitchell跟Gobert 我是覺得應該會拆火 他們一定到極限 那最後一個的話 Deandre Ayton的部分 我也是大膽預測 我覺得Deandre Ayton 不會回去太陽 今年是他最後一個賽季 披上太陽的戰袍 A few moments later 剛剛例行賽的助攻 是那個喔 沒有畫面 我這邊有啊 喔 嘿嘿嘿 嘿嘿嘿嘿 我還想說奇怪 我的螢幕是沒有畫面嗎 喔沒有 是我的這邊沒有畫面 有病的話就是要吃藥啦 我建議是這樣子